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初 中共5天內派出150架飛機 侵擾臺灣防空識別區刷新記錄 11月18日 臺灣空軍首制F-16V作戰隊成軍 總統蔡英文出席成軍典禮表示 在美國的幫助下升級的F-16V戰機性能優越 不過美國國防部前官雲曾指出 臺灣需要的是F-35戰機 美國應該租借F-35機隊 協防臺灣對抗中共的威脅 我們這裡要簡單解釋一下 臺灣的F-16V戰機是由兩部分構成 第一部分是新機 臺灣空軍去年向美國採購66架F-16V戰機 全新的飛機在美國生產 預計將在2026年全部到來 同時臺灣還有141架老式F-16A、B 這些老飛機空軍斥資大概新臺幣1100億元進行升級 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漢翔公司在臺灣進行改裝 預計在2023年底前完成 在2020年8月 臺灣漢翔公司的F-16維修中心正式成立 開始維護和升級F-16機隊 不過據悉最早在2018年10月 漢翔公司就完成了第一架F-16V升級 交付給了嘉義式的第四戰術戰鬥機連隊 到今年已經有64架F-16V完成了升級 立委江啟臣17日在立法院質詢目前F-16V升級的進度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黃志偉中將達巡說 目前為止已經完成64架全部是141架 按照目前這樣一個進度 在2023年之前全部現有的141架F-16A-B將升級成為F-16V 這次F-16V的成軍不僅帶來臺灣空軍戰力的提升 也意味著未來漢翔將成為亞太地區F-16V的維護中心 向目前菲律賓就流露出了購買F-16V的意向 如果這筆軍購成形 那麼未來菲律賓戰機的維護恐怕將依賴於漢翔 關於剩下的66架新機 臺灣目前正在爭取F-16V早日交貨 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多次重申要恪守臺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 強調美國對臺的承諾堅入磐石 美國依照臺灣關係法出口防衛性武器給臺灣 平衡臺海軍事形勢 中共其實一向反對美國軍售了 它已經宣布對美國洛克齊的馬丁公司 對臺軍售的行為進行制裁 但制裁沒有用 反而促成了美國國會更加支持臺灣 向美國參議院共和黨民主黨議員 就要求對中共做出更有利的回應 在一年之內 美國議員先後兩次組團到訪臺灣 不僅如此 像CNN10月16日就報導了 熟悉臺美會談的官員表示 在中共戰機最近一次入侵臺灣空域之前 拜登政府就已經和臺灣官員討論 要加快交付臺灣訂購的F-16V戰機的可能性 具體的結果尚待美方決定 據悉在2019年8月21日 美國國務院批准對臺軍售66架F-16V戰機 當時臺灣國防部就爭取將全數交機的時間提前 從原本的2027年提前至2026年 如果採購訂單全部交付 臺灣空軍將擁有207架F-16V戰機 成為全球擁有F-16V最多的一支空軍 這次立委蔡時應就質詢 臺灣戰鬥機數量已經達到300多架 他算了一下 在世界排名應該能排到7、8名 黃志偉中將是這麼回答的 以戰鬥機而言 臺灣目前絕對排在全世界前15名之內 這次F-16V作戰隊的成軍 標誌著臺灣和美國軍事合作進一步加深 比如這次成軍典禮 美國在臺協會會長孫小雅也到場觀禮 蔡英文總統在F-16V成軍典禮上強調 這次臺美雙方的國防工業合作 不僅是臺美有意的再進展 更代表臺美夥伴關係的堅定承諾 他相信只要堅守民主自由的價值 一定會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國家 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臺美軍合作最近幾年越來越深入 而且走向臺前 今年美國國防部和中華民國 國防部罕見地承認 美軍有39人常駐臺灣 根據五角大樓國防人力數據中心的資料 在臺美軍現役軍人目前包括29名海軍陸戰隊隊員 兩名陸軍隊員 三名海軍人員和五名空軍人員 美國陸軍去年底罕見公布了 美國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 和臺灣軍人訓練的罕見照片 像海軍陸戰隊這次在臺灣 應該是和臺灣的梁山特種部隊合作 進行軍事訓練 同時協助臺灣海軍訓練反登陸作戰 像之前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表示 美軍到臺之日就是武統臺灣之時 而只不過現在美軍來了 胡錫進的紅線又要往後退了 臺灣的軍事合作不僅局限在武器裝備的購買 像今年年初臺灣的F-16戰機 就飛到美國和美軍一起訓練 在5月25日凌晨 四架F-16A戰機從花蓮悄悄起飛 開足馬力飛越太平洋 他們原有的機灰就被抹去了 連尾翼上第五連隊著名的太陽神的塗裝也被抹去 其實自90年代 臺灣從美國購買第一批F-16以來 臺灣的F-16飛行員 已經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盧克空軍基地 訓練了20多年了 駐外訓練是F-16發揮戰鬥力的關鍵組成部分 駐外訓練計劃通過美國的培訓 來提升臺灣飛行員的任務水平 飛行員飛往美國參加速成班 並且和美國的飛行員進行聯合演練 臺灣的F-16V戰機完成升級之後 將陸續飛往美國和美軍一起進行訓練 F-16V的到來一定會大幅度增強臺灣的防衛能力 不過我猜到很多粉紅一定會說 F-16V和F-16長得一樣 不過是老飛機罷了 性能不行 但是問題來了 中國的殲-16機體設計還是蘇27的呢 根據蘇聯的蘇30MKK發展來的 為什麼在粉紅眼裡 殲-16長得和蘇27一樣 但是性能完爆蘇27 可是F-16V就是一款40多年的老飛機呢 按照小粉紅的邏輯 殲-16也是40多年的老飛機 粉紅的邏輯自己都不能自洽 實在是讓人笑掉大牙 其實在我個人看來 殲-16和蘇27雖然機體結構基本一樣 但是性能確實大幅度提升 正如F-16V一樣 F-16V雖然外觀看起來和F-16AB一樣 但完全是不同的飛機了 作戰性能獲得極大的提升 臺灣飛官胡晨鈺少校指出 以往F-16AB戰機只能在對空對地中選擇一種攻擊模式 但現在F-16V不同了你能同時對空對地進行攻擊 並且鎖定多個敵方目標 他還分享近期他曾經升空監控中共的F-16戰機 和之前的F-16相比 現在的F-16V換裝了主動相控陣雷達 能夠更早鎖定敵機 而且搭配主機手夾艙能以另外的方式標定敵機 充分發揮自己的滯空戰力 空軍司令部也表示 這次F-16V最大的更新在於換裝了新型的 AN-APG-83主動相控陣雷達 偵搜半徑大幅度提升 可以從更遠的距離就能掌握各種航機的動態 更快速做好準備 有利於應對敵人逆蹤戰機的威脅 除此之外 F-16V還同步掛載了 AN-AAQ-14神射手標定甲艙 具有一具紅外線以及雷射測定標定器 飛行員通過抬頭顯示器 就可以清楚地看見目標 以及執行搜索標定頭彈等任務 可以搭配各種雷射導引炸彈 針對敵軍的登陸戰艦陣地 進行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攻擊 F-16V的其他升級還有包括 先進的數據鏈 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數位駕駛艙 自動地面防撞系統 以及搭配更先進的空對空導彈等等 不過這次台灣升級的F-16 並沒有選擇升級發動機和寶型油箱 而新採購的66架F-16V 將會有新的發動機 至於這次更新的F-16V 為什麼沒有選擇更新發動機 除了機體設計的原因以外 成本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以美國的F-35為例 美國自己的採購價格 大概是8000多萬美元到9000萬美元 但是一台發動機的價格 就要超過1000萬美元了 美聯社報導 台灣的F-16V戰機代表了第四代戰鬥機中最先進 但是仍然低於最新的第五代戰機 像美國的F-22、F-35以及俄羅斯的蘇-57和中共的殲-20 台灣曾經醞釀從美國購買第五代戰機的想法 但是F-16V的升級被認為是目前情況下最有效的決策 台灣空軍同時還擁有法國的幻象2000戰鬥機 和國內設計製造的 FCK-1金國號戰鬥機 總機隊的規模在400架左右 相比之下 中共擁有大概1600架戰鬥機 其中約一半駐紮在於台灣相鄰的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 大概還有約450架的轟炸機 美國的新聞週刊在2020年10月8日 刊登了美國國防部前次長布萊恩的文章 他指出美國應該加大力度協防台灣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讓台灣擁有F-35這款隱形戰機 布萊恩認為 美國可以嘗試租借F-35戰機給台灣 並代為訓練飛行員 介意協助台灣對抗中共 台灣需要可以在公路以及檢疫機場上短距起降的飛機 因為大多數機場有可能遭受中共的導彈攻擊 無法起降飛機 而F-35B 我們之前介紹過 它世界上第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超音速隱形戰機 它其實是非常適合台灣作戰的 中華民國前國防部長閻德發 在2019年9月23日曾經表示 以後 根據往後敵情的變化以及未來可能的威脅 空軍仍有可能爭取F-35戰機 不過目前來看 我個人認為F-35來到台灣的可能性非常小 從台灣方面來說 現在的預算案已經吃足了經費 沒有多餘的錢去採購F-35了 而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向台灣出售最先進的F-35依然是阻力重重 一方面是不願意太過於激怒中共 另一方面則是擔心技術保密的原因 不過隨著未來 金國號和幻象2000戰機的逐步老化 台灣確確實實需要更加先進的戰機 F-35在未來是一個非常可能的選項 今天關於F-16V的成軍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裡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內建機就像平台